现在是中午11点半 我现在在牙装 然后现在准备去坐车去那个大乐 我买的车票是 一点钟到 从这里发车到大乐 去到那里是下午5点多左右 然后这里到处都是中文 你看这个卖煎饼的 然后这些店都是可以换 换钱的 你看这个 这里换钱 然后这边微信换越南盾 这里就像感觉就像中国街一样 这里还批发越南特产 这些小贩基本上都会说一点中文的 要到一点钟才发车 现在11点多 先买点吃的 填一下肚子 要买一个 看一下它这里都有中文介绍的 然后有什么配料什么的都有 小茴香 这条街基本上90%以上的店铺的人都会说那个 OK 好,要先付钱 好,要先付钱 这个小店里面 看到这个银莲塔的标志里 挺贵的 一个煎饼要85,000越南顿 85,000越南顿是25块人民币左右 但是那个份量有多少还不知道 光看那个图片看不出来 等它做出来之后 再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感觉像是我们那边的煎饼果子啊 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 这个炎银行的 这就会是有没有 这个炎银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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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是有多厘远 这个炎银行的 这个炎银行的 就这个分量啊 感觉真的太贵了 就这样一个煎饼 25块钱呢 不会拿 直接拿那个塑料袋给我装吧 有那个纸包装 这个分量感觉有点少 No Chilling No Chilling Thank you 好了,现在我们去等车展 就在旁边这里 在这里取票